今天呢我们在冰箱里面拿了一头五花肉出来吃 做一个东坡肉 主要食材就是五花肉了 不喜欢吃的朋友可以不放 这块五花肉比较大 我们给它切一点下来就可以了 只要这后面半截这一瘦一点的 每次买这个肉跟猪来来都有缘 又有两个猪来来 把它盖掉 给上次点赞最多那个小姐姐吃 这个肉还没有完全解冻 还差一丁点 放到锅里面给它煮一哈 烧油煮之后我们先把它露出来 烧油焯水后我们来把它切一哈 从中间给它切开 然后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然后我们用这个绳子这样子给它绑一哈 准备一个砂锅底部铺一点葱结和姜片 把捆好的这个五花肉给它放进去 姜浆好放满 锅里下入少许的油 然后下入一点白糖 其实这里最好是用冰糖的 但是我家里面没有了 用小火先炒一个糖色 炒至冰糖成这个棕红色帽 大盒的时候加入水 丢入两颗八罐和大尿 老抽酱油 红烧酱油 绍兴黄酒 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再来点毛毛盐 加一点水 这个样子我们的酱汁就已经调好了 把砂锅至火上 调好的酱汁给它咬进去 这个肉烧开过后给它转最小火 灯一个半小时就能灯趴了 中途要加一次水 不然这点水是神不气灯的 这是反正没得烘过四的 我们让那个砂锅头慢慢的灯起 我们来听一口 小爱同学 我在 播放音乐 春天在哪里 好的 疫情提醒 四川累计确诊 450例 死亡一例 治愈93例 全国确诊 大家一定不要出门哦 一定不要出门 就在家里待着 听点这种欢快乐而公 这个记忆中就是美好了呀 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哪 我不记得歌词 这个乳已经灯了一个小时了 我刚刚加了一点水 再灯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这个乳的时间灯来差不多了 我们先剁一下 你看 一剁就烂了 然后我们就要把这个乳 给它翻一边了 这个颜色是巴塞的 如果有冰糖的话就好 它就会更加更加的亮 主要是没得冰糖的颜色不亮 翻面的时候清晴的 要不然要夹烂 这样我们转大火收它汁 把汤汁给它收来浓稠一点 汤汁收浓过后 关火出锅就可以了 不用撒性感的冲发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汤汁浓厚这个颜色 就更加的漂亮了 今天我们的这个东坡肉 就做好了 大块大块的吃起来才过瘾 这个颜色也是非常的漂亮啊 当然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新手都能轻松学费的一种做法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哈 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过咯 最后还剩我先帮大家赏一哈 还是老规矩哈 粉丝先吃啊 算了算了 我吃你们不吃就算了 入口就是一股浓浓的酱香味 然后烤下去这个肉特别的烂 里面带着一点点那个黄酒的味道 悄悄地告诉你们 真的太好吃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就撒过了 大家一定要去消费这一道东坡肉 我是想念 下期见拜拜 这个锅头热个冷汤 把汤热好过后就喊老板吃饭 我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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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